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到底应该是一款温和不刺激的一款捷肤造 那么它的话可以看到 大家可以看到 颜色一出来了 我们来对比一下 颜色基本上也是在九到十之间 我们也放在旁边 好 接下来来看一款澳洲代购的羊奶造 非常流行啊 在我们这个朋友圈里往上代购 非常非常出名的一款捷面造 是澳大利亚原产的 我们来看一下它的性质 好 可以看一下 同样 颜色在九到十之间 好 接下来我们来再看一款专业的美容照 我们来看一下 这盘美容照 它的算件值到底是怎样的 你可以看一下 在九到十之间 和其他几款的颜色并没有很大区别 好 这款也是非常热销的一款美容照 在商贵也都有售一百多块钱 好 这是一款日本非常流行的 非常卖非常好的一款 带过过来的 也是美容照 我们来看一下 价格大概也是在两百块钱不到 看到了吗 我来对比一下颜色 同样的是在九到十之间 这个颜色还稍微深一点 好 接下来我们再看这一款 这一款 好 这是如今公司 市场的一款结束吧 我们看它呢 像水灶 实际上它是油高压冷凝技术 将八平左右的像洗面奶这样的一个精华 搭质而成的这样一块像灶样的一个东西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来看一下 它的颜色呢 是在五到六之间 五到六之间 然后我们再对比一下刚才我们所皮肤测出来的这张测试纸 你可以看到两个的颜色非常接近 那么就是说这款产品它的酸碱度呢 非常贴合我们的肌肤 那么温和不刺激 也不会伤害到我们的肌肤 那么有些朋友要问呢 那碱性产品跟酸性产品到底有什么区别呢 大家可以继续关注一下我们的照程 上面有会被这个碱性的产品以及酸性产品做一些解释 那么希望通过这一个小小的对比实验 大家能够知道我们生活中所用到的一些产品的酸碱度 同样也有一些酸碱度的支持 能够帮助大家选择正确的产品 我们下期再见